想知道当红的话题用英文怎么说吗 跟着News ABC 听时事 学英文 Come on everyone 来自八个国家打工度假的背包客 要克征背包客税 背包客税 那是什么呢 坎培拉政府早在2015年预算案 就提出要开征背包客税的构想 原本是规划背包客要每赚一块钱奥币 就征收32.5%的税金 什么 竟然还要收这么多的税金 是啊 但在民意强力的反对之下 在野党要求要仿效纽西兰 税率定在10.5% 但是朝野协商破裂 经过几次协商之后 最终的超定折中方案是 将税率定在15% 那么在前阵子 澳洲的法院也做出 具有里程碑的异议判决 认为客税这件事情是国籍歧视 违法了与英国 美国 德国 芬兰 智利 日本 挪威 还有土耳其的既有条约 那我们就透过这篇新闻来学一些英文单字吧 第一个单字是 Tax 税 Tax Tax The purpose of developing mobile payment is to prevent tax evasion 发展手机支付的目的是要预防逃漏税 The purpose of developing mobile payment is to prevent tax evasion 发展手机支付的目的是要预防逃漏税 第二个单字是 Visa 签证 Visa Visa With a tourist visa You can stay in Taiwan for one month 使用旅游签证 你可以在台湾停留一个月 With a tourist visa Visa You can stay in Taiwan for one month 使用旅游签证 你可以在台湾停留一个月 第三个单字是 Discrimination 骑士 Discrimination Discrimination Jade took place in an anti-racial discrimination parade last year Jade去年参加了一场反种族歧视的游行 Jade took place in an anti-racial discrimination parade last year Jade去年参加了一场反种族歧视的游行 这样各位都学会了吗? 那下次就在和我们一起听新闻、学英文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